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多 今天请来Eddy Eddy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不讲港股 因为你早就叫人远离港股 也是 我几年没买过 但楼市不知怎样看 正值10月份有个施政报告 大家看看会不会有点甜蕉 最近看到本安楼价都继续下落 是呀 都很惨 旅成班 但我记得上次你来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半年前了 那次就未曾全面切纳 相隔了这么多个月 对整个楼市的看法 有没有改造什么观点 其实也有少少的 譬如我们看最近的成交报告 譬如下一张 在各产情报表 我们以为的 我自己也以为的 如果你说真的刺了辣 真的过市场好些 那些新香港人又来买多些楼 起码都旺了一点 我从来都没有估计市会大升 起码你不要跌 打橫走 然后那些成交 滑一花 滑一花 现在你看回 那些数据 其实有些是比慘的 我都帮了一个数据二十多年了 是 如果以前最风光的时候 一年二十万的成交 那你说 就算去到平时的 五六年前的话 都有十万 六七万 今年呢 其实暂时见到 成交都是伸低 八个月就四万五千多 是的 四万五千多 其实那个数据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的 主要原因就是 你切了辣之后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 国内人 湧入来买楼 而令到成交合约呢 其实当然 今年怎么都好 去年的 你说整个数据大概升了二十个百分比 左右 但如果我们再拆回来看的话 那些数据的话 主要呢 大部分的成交 全部都是一手的 当然一手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成交得好 发展商 砍价 砍价 所以你看到 一手的话 现在 头的八个月 已经超过了2023年了 今年有机会 我们希望做到 万六至两万个成交 但你说二手的数据 其实就真的不是太好 这个就是二手的数字 你看到 暂时头的八个月 相对都是比较低迷的 我们估计 如果2023年 全年的成交 可能只有三万宗左右 比起以前 十几万 就真的只有三成 你说全香港四万多个经纪 其实一个人都分不到 真是挺悲 所以你说 今年继续的市 都是一潭死水 四粒字 有人说太悲观 其实是啊 这个就比较精彩 大约在两个月前 有个港座 和坚叔 是的 必念的数据 我就比较老实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真的是看数据 是的 我自己觉得现在 一潭死水 但是死水不是太差的 死水 起码不是瀑布的 是 起码有些鱼波 是的 说瀑布 或者说地震 更害怕 你要是慢慢慢慢 但是是不动的 当然坚叔 也说 陈一明 不要说到这样 比较好凄凉 但是老实说 真的很凄凉 事实上 你看到很多的新闻 就是 你觉得他们里面的水分有多少 但是都有很多 是反映着一些真实情况 比如一手的话 你不能骗的 因为一些发展商开盘 其实我见8月份 本来 大家预计 开盘数量都有差不多2000伙 但是到最后 大家释受得很严重 只要几百 你开得出来 要不就低于市价很多 又或者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优惠 但问题是 Eddie 如果我们看一手 其实今年大家都会 继续看着他们怎么开 从而饮到 二手市场 会不会进一步 有一些大幅的砍盘 一手本 说真的 你负存现在说 是要好几年才能消化得到 过万 过万 你觉得 他们会不会倾向 还是继续加大砍价 这一种手段 其实我想看发展商 老实说 我看到 那么多发展商盘数 除了某一间之外 其他的财政压力 都不算很大 当然 你说现在 去到现在的水平地位 如果再砍价的话 有机会会适合肉 因为它很多的地 其实之前拿 成本越来越贵 五六千元 一尺 你再加上地价 你再加上三年的利息 各方面的成本 其实现在的价钱 卖出去的话 发展商其实真的 几凄凉下期 所以有趙郭铺先生 上个星期说 其实都比较难 再砍价下去 其实是难的 或者他真的 除非他财政压力很大 他也要蝕 现在的价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税位 你当他可能 买一些楼 就打个和 再砍价 蝕钱 他就试入肉 但是他如果不减价 不用这个策略的话 在这么淡的壳 你说一潭死水的市况下 其实没有更加好的卖点 可以去货欲轮转 其实很难的 现在 你自己看 你当作被我做发展商 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办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 刘小王 就算你说 半年前 我都希望 不要升不要跌 你最好有些成交 始终都 起码是涉活 但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你见到 成交真的解决不了 包括了香港 最主要是老平化 和国内人对香港的感觉 那个转变 那个优越感 减作为 这两个因素 其实令到市 才变成了一谈四碎 这个我们稍后再重点慢慢去讲 因为我记得上次见你的时候 唯一的希望就是新香港人 但是我听你的口问 转趋不止审慎那么简单 就是有点而悲观 如果你说一手 可能未来都会比较艰难的话 你转化做下去二手市场 如何去建议现在 譬如已经拿着一些楼 又或者眼见旁边 其实是说 银行股值不停向下调 然后砍价 可能要砍两三成 才有承接的这种状况 其实现在就 怎样说呢 是一咸死水 但是情况就不太恶劣 因为大部分的物业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 比较老人家 是老人家吗 我觉得你不是的 或者你已经 已经买了十多二十年了 一看一些数据 新的话 不是太多 这个数据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上次在七月的时候 一拿到所有的物业 大家就说一声 是 为什么香港现在的楼市 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主要就是老龄化 这三个字 你看回 譬如Evoto很清楚了 2020年的时候 其实比较平均一些 大约60岁以上的人口 其实只有26.6% 但是现在 你看到其实都不太久 2020年隔了四年左右 现在已经31.4% 当然 中间有很多的原因 有些年轻的 可能有 就在 或者是老人家 最主要就是大部分 都开始不生 生小孩 零至九岁是跌得很急的 而主要就是那些楼 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上 是啊 如果你看回这个数 其实有少少令人害怕 当然 在香港的楼 大约有129.8万个 即130万个左右 在政府的数据里面 可以看到 如果差不多接近七成多 当然这个数据是早几年前的 现在应该会再高一点 因为那些人都老了几岁 有七成的人 其实是五十岁或者是以上的 而且你看到差不多有四十三 现在我估计是五十的了 是六十岁或者是以上的 那些人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按揭的 或者按揭很低 好像我自己这样 其实栋楼摆了十多年 要供的 其实都供了 可能都供了一两成 那就只有他在那裡 是的 有得他在那裡 所以你说 当然你说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很惨的 有小部分很惨的 如果你说三十多岁 如果你说三十多岁 加上你又 譬如借了七成九成 没有了份工的话 那这些呢 你就会很惨的 但是中间有一些 你看到 譬如看一幅图里面 很有趣的 香港的比例 年纪很小 和很大的那些 安揭的比例相对是少一点的 当然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说二十多岁的话 当然是挂拔 整个钱给他 是的 或者我帮你付七成首期 你供两成三成 自己供少一点 自己供少一点 年纪大了一些 那栋楼已经可能买了一段时间 也差不多已经供得八八九九了 要供得最多 其实就是中间那些 中间那些 譬如你说三十至三十九岁的话 七成的人是要做按揭的 如果你再不幸运一点 譬如早五六年前 你买了一些 纳米楼 或者买了一些榴花 然后等了两年 再上会一些 那些就死定了 建筑期上会 是的 你突然股价跌了两成 你自己抬不够钱 那些是死的 譬如 夜人税那些没问题 而你六十岁以上那些 你已经按揭比率 86.4% 是不需要做按揭的 所以 为什么说一闪死碎 你看到 年轻的人很少 然后大部份的楼 是拿在老人家那里 就是等于我 装身给你的 有时我的盆 譬如租金完了 我都可以放出去 我会同时间 习惯都是放租 放卖的 你叫我放卖 减价 好 减2% 一定卖不出 所以卖不出 卖不出的话 就先看哪一面 租盆反而是这样的 你见租 十几个人来问我 那些人主动愿意 可能还要加一成两成的租 譬如我有一些租金 但是三十年前 其实已经是平均升了两成 租金 市轄彈 就不卖字 就知道它的价格不看 照租 租金好像每年都不升 又没有什么公分压力 所以就像我那样 放在一幢楼上 楼价不扔 所以二手为何成交这么低 交着 交着 但我也想问你 以你为例 你有没有盘算过有一个 bare case 例如 你会去到一个什么状态 或者性 你才会考虑 我真的要一楼都不再持有 等于一股都不持有 其实楼和股市是不同的 股市我就真的清仓 三四年前清得多 一简单些 你按按键sale就可以 但是你说楼的话 始终它有一个租金收入 还有有时都烦 你不像股市那样按键 我就sale完了 所以好像我这样的情况 通常那些租约 譬如签两年的 旅行完了的时候 刺了的 那就隨便吧 又放卖又放租 但是你说如果要我现在 砍价的话 可能真的要我都知道 你可能要跟着 market price 砍价一成去 而我又没有这些需要 那我就放在那裡 好像我这样的人 要怎样才砍价 除非touch foot 财政上的问题 例如你不知为什么 就是走心债 好像97年金融风暴那样 股票又输了 接着又付资产 又没有了份工 但我都不介意 所以除非有一些 这样的好财政危机 而令到我短期之内 需要一大笔的资金 那我才要砍价 否则暂时 我现在看不到这些需要 所以你其实看楼市 只是会继续拉脚 但是现在我就形容为 过去那四年 其实一直下降 有点是一些阴干状态 同意 阴干的东西是最难搞的 如果你急升急跌 我还懂得计算 但是你一直阴干 我不知道它还会跌到多久 和见底尾 如果以你这样想 你都叫做有实力 和可能还有一个buffer 所以你不会考虑 但是有些人可能 你见到楼价 现在回到八年前 差不多有些个别的楼盘 其实十年前 那你会开始盘算 究竟楼价去到底尾呢 我需不需要多捱十多二十个百分比 从而去想 究竟我的二手市场 会不会需要 不如拋掉它 我宁愿要钱不要货 其实看这个资金需要 我和阿坚熟在台中 很凄凉 凄凉的意思 就是当你是瀑布地下跌的话 你跌了下去 一定会反弹的 但是现在其实是相似日本二十多年的情况 大家看历史都知道 日本之前三代都想不起它 突然间 从一瞬间倒入来 差不多十多二十年 其实是死值的 你说日本楼是不是大跌 又不是大升又不是大 但是没有成交 那些年轻人 日本人是不买日本楼的 那时候是 香港其实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 当然我们暂时还有少许希望 希望那些新香港人 来到这里 真的开始散业 可能结婚生子 创建一番事业去买楼 就是 比较悲观 还有少许希望 如果这个是可以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人的流转 像深圳那样 大部分人 最棒的人去了深圳 去了北京 那些楼价 就试过在那儿升了一段时间 一定要人 但是你说现在香港的情况之下 七成楼 老人街持住 不会移动的了 那我们会不会再买一间呢 因为我基本上不会生父子了 而你说三十多岁那些 他们要买楼也是困难的 所以各方面的情况 令到市场 为何这么凄凉 就是这样的原因 你讲到新香港人 我们都可以先说这个点 之后我会再问一下 近日大家有一些憧憬的因素 会不会刺激到成交 或者一个楼价可以企稳 提到新香港人 其实你之前一直都是比较乐观 就是可能来了三四年 就会开始考虑买楼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你看到些什么 跟DNA人接触完之后 你发现了原来他们是没有兴趣 其实是 老实说我各方面 包括我教学 我自己的生意 我接触非常非常知道 那么多的新香港人 他们对香港的看法 其实是转变得多大 很深刻 如果就算是疫情的时候 比如早两三年 你问新香港人的话 他们是喜欢香港的 他觉得以移民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方 先进那边 或者很简单 有优越感 是的 但是现在的优越感 其实是减少得比较多的 很多新香港人 如果你今天和早一 不很久 一两年前去问他们的话 他们会觉得香港是优越感 下降了 因为他们觉得各方面 尤其是居住的环境 好像和国内的城市差不多 一线城市差不多 是的 其实也是我自己去 之前会是香港 慢慢有一个国际的城市 因为始终地缘政治的问题 各方面 而外资也不是 现在的地位 亦都香港做不到中国的金门中心 这个是比较失望的 因为现在其实 中国的金门中心 是上海 对 你看IPO都是 那些人排第一 我们不知道排第八 排第十 已经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觉得 国内的城市 好像和香港差不多 但是某些方面 好像没有那么好 例如工作的前景 等于我自己有些学生 都是高颜色的 他们在国内 可能去到四十多岁 都已经是一些 真是很大的公司里面 例如总经理 高层 管车下面一百二百人 他们试过在香港 有两种 一种他们说 找工很难找到好工 以他们的背景 他们要求很高 都不是 人家二十年管车经验 在国内的人工都七位数字 有各方面都真是专业的 他们说 在香港好像不太有 相关的机会 发展的机会 好像给他们 你看到也是的 很多高财通 簽下来的话 他们都是找不到工的 而另外一种就是创业 创业那些的话 有些老板 他本身在国内 有很多不同的生意 员工都过千人 每年的流水 当然是亿计的 他来到香港 他study了一年 他都说 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好 有点灰 其实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做饮食 知道了 做其他做美容 做各方面 零售 或者做专业 有些是做专业的 在国内 其实是做一些很专业的 譬如石油那些 探索之类 或者高科技 电脑那些 他们在国内 很好的做得 但是香港真的没有什么相关的 或者是难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大概两三年前 在香港都做过一个 教育的start up 是的 当年在科学院 也有个office 但是我都发觉 是经验很艰难的 很艰难 非常艰难 就是唯一政府给我的优待 就是数码港那时候 好像有六个月租 都是免租 好像不知两折 还是三折 减了每个月七千多元租 没有了 就是这么多 其他没有十多 然后发现也是算数量 也是要靠自己的 也是要靠自己的 但是如果同样 你在深圳其他人说 在国内的支持 其实真的多很多 有厂房 有地方 有专业的顾问 教你 我如何申请这样 申请那样 这些真是一些很实质的 很现实的因素 就是当你发现那个地方 你不能够落地生根 还有看不到一个将来 那你就更加不会在那个地方置业 所以之前他们跟你说 我都有兴趣 就是基于那时候觉得 香港的前景比较光明 但是现在真的来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听说是有13万人 在专裁方面已经是来到香港 其实有些批评还未来 超过的 如果你看回数据 其实有多少 180万 是的 总共有180万 都是单程症 雙非那些 我们不看 如果高财通的话 其实暂时已经批评了7万多 先看看 这里 这幅图 这幅图其实很精彩 你看到在2023年 当然2020年 2122年 当时疫情不多 2023年 其实是10万零8千人 来了 但是很重要的数据就是 你发现2024年 人数是跌了的 如果你说一年10万零8千 半年就应该是54万 但是你看到只有43万 各方面都跌了 高财通 你看到最初的是49,000 其实应该是25,000 现在只剩2万 最大的分别就是 一些非本地毕业新留港 这些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最找不到工做的 因为有些他们来到香港读书 譬如你说在国内 他来到香港的U.A. 他成绩其实在国内很好的 高考是最擅长的 他都觉得到输了之后 在香港找些工好像一样 但是他这些质素的人 他去到深圳、北京、上海 有很多人都参职去的 他会发觉到那里的人工 又高于香港 前景又高于香港 即未来的5至10年 各方面的生涯规划 各方面都会说 不如我回国内做事 他人去做事的话 回去了就没办法 就算你说不走 在香港可能做一些没那么理想的工作 他就在那里却步 有一部分是挂妈 完全可以给到钱去买楼 我听过都是 但是他自己说不想买 因为他都不知道 未来那两三个人 在不在那里长住 都是他父母上 他不如在那里租住楼 所以你见到租务市场是大升 但是买楼 很多班人包括了 跌得最多的是 最优秀的毕业生 包括了高财通 做生意 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你说那些 譬如真的四十多岁 做高管的 又好像找到一份工 好像没有国内那么好 很多人讀完一年NBA 其实结果是回上去找工的 其实他们是有钱 亦都很有能力的 如果你看到最近 譬如有很多 有些地毯代理的朋友 其实也有时候会 有几万租一个单位 几万租一个单位 还要是挺疏爽的 有的 我有的 我的初补也是 譬如他在CDU 他是做了postdoc 立即有几间公司 科学员 聘请他 四万多余工 那些人是很优秀的 所以他们其实不买房子 转化了 就浪高了租金市场 是的 没错 很严重 你讲租金的升幅 今年应该超过6% 如果我以猜股处 历史新高的 历史新高 超越5年的位置 接着有些个别 我看到 冬冲那边有些部份 其实它是这么多地区 升幅去最劲 今年头8个月 已经升了18%的租金 但我们在楼阶上去 有没有见过背池 可以长达到2年 我看超过 真实情况 譬如我刚刚讲租客 他Postdoc 接着就要科学院 几乎什么人工 但为什么他不买房子 其实很清楚 他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 未来的三四年 是不是到的 他做科研的 他会发觉 好像香港的机会 好像一般 如果譬如他真的累租的经验 他可能一跳 我宁愿跳回深圳 即是他未来的路 很狠一点 所以租金会继续上 他会租 他不会买房子 他都不知道是不是长住 那未来的趋势 是不是都是继续背道而似 我觉得是 完全不变 是的 因为除非突然间 你那班人转变了心态 他真的 任何一个地方 始终你要看经济的 就有什么情况 就是等于我刚才说的租客 如果他发觉 香港很有前途 我在香港科学院做事 好过在深圳很多 因为已经是最高级的人才了 去到PhD 还要去Postdoc 那些 香港的楼市就会升了 但是现在这班人 真的 个个都心在心誓 但是如果我这样的思考 如果他们都继续有人 扔到租金 那其实那个大比例的业主 继续放租 不卖层楼 反而是令到楼市 不会出现free for 是的 一路扔住楼价 其实反而是OK的 是的 其实好像我这样 等于我 我发觉我的租盘 这年年都好像有些租的价 是的 你叫我现在卖出去 我又不等千世了 是的 你叫我买出去 砍价 砍了一成两成 那我当然不想 那你不会觉得租金 在短期内 几年内会有一个急跌 导致楼价急转值下 不会出现 暂时不是很像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人多 每年有十几万人来 你最后当给三成了 真的三四万这样留下 他们真的要租楼 有租楼的需求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三四万 我估计七至八成 他不肯定自己 未来的五至十年 会不会长续在香港 是的 因为他都要比较 那些最优秀的人 我在香港发展好 或者在国内做生意 发展会好些 而现在如果最优秀的那些人 老实说 尤其在科研 真的好像国内的前景 会比较好些 他可能在香港 都拿经验 他会回大陆 当然不买房子 除非如果这个转变了 那就可以香港楼市有望 短线来说 都可以说多一个因素 今个星期联署局议息 本来就预计了 最基础的情况 都减0.25 但今天不知为何 唱到超过六成的机会 减半厘 不管了 总之美国四年来 啟动减息的周期 我不知道是不是周期 但是很多人就说 那行 香港方面楼市气氛会好些 你觉得 我想大家忘了 再看看现在的息是多少 首先第一 如果你说 HIGHBOR 其实已经下了 少少 他已经比起减息 他已经先减了 下了超过这半点以上 3.7 是的 当然你说美国再减息 就不太大关系了 因为已经下了 而通常银行 看过PRIME 因为HIGHBOR 就不用减的 而是会自己动的 而PRIME HIGHBOR 其实合理的话 是3.2、3.5 所以你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银行 会不会很大 动力减PRIME 如果你说 看PRIME HIGHBOR 是不会 而再看历史 例如 一幅图是 看回它加的情况 当 譬如你说 美国 它一直一直 不停的角色 抽上去的时候 例如你看到 早几年 0.25 又抽到5.5 其实香港的PRIME 是没有什么加到的 加了0.87 0.87 是的 所以如果 就算 我不相信 美国那边的息 会下回0 比较合理的话 可能 用3、4年时间 去2、3 那些 就是比较稳定的位置 除非有金融海啸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PRIME 下到底下 5.25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PRIME 今年都不会减呢 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加过 所以你看回 EVOT 就看得很清楚 首先 第一 PRIME 不会减得很快 就算减的话 我觉得美国可能真的减2、3次息 减例 例如一厘 一厘 一厘的话 可能香港就不断给0.25 但是0.25 你计算数 每个月公款都可以 只剩2、300元 你不会整处涌入去买楼 基本上是 一大部分 现在都是hyper 加1.5 再cap 在P-2.5 所以P会比较重要 因为都是cap 有些说 其实你与其看 因为大比例的h 也仍然是 有些说 因为hub 下跌 不知道会不会的趋势 再下跌更多 如果现在 譬如以h 是h加1.3 还是这样 其实当一个月hyper 可以下跌到大概2厘 甚至穿一些 就脱离了h 的cap 顶层 反而公楼负担 就低了一些 到时楼市才有帮助 其实都有几长的距离 因为那位大约是p-3.5 你当现在 譬如以hub 3厘7厘 P-1.3厘5厘 其实那位是5厘多的 而那条cap 那条线呢 譬如p-2.x 譬如你当p是5.8厘 至6厘多 减2厘多 其实是3厘多的 所以现在的水平 还有很远的 很远的 如果你说纯粹 hub再下 譬如0.25厘 0.5厘 其实还在cap 所以 除非 你说很神奇 hub下回以前 譬如只有0.多厘 1厘 那当然 就一片光明了 那你说如果 hub 我觉得可能 譬如2厘 3厘 那些水平 3厘的水平 可能都会 限一段时间 因为它之前已经有5厘多 下来 那你说3厘 其实真的 不太吸引 算了 你也是偏淡一点 不过 因为10月就有施政报告 最后短短的时间不太多 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 预期 有没有想有些甜椒 觉得有什么 可以帮助 你说如果楼市的话 就真的 难一点 始终 我觉得楼市 由你的经济 由你的就业做好 所以最重要 真的推翻楼市 尤其现在 老实地说 本地人的购买意欲 真是身低的 而大部分人也会留在老人家里 也不会推行 唯一你就是靠那些新香港人 当然了 你看到政府 即是带一些新香港人 这个是真的成功的 要赚的 即是十万人 年半加上十多万人 但他们觉得你的基调不行 都是改变不了 但它很多 譬如拼了都不下来 所以最重要的话 就是真的 给一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可以给到他们 他们真的 你当香港 楼市的希望 怎样都会 他们安居落叶 他一定要安居落叶 他买楼 他有工作 他肯定自己 我未来五至十年 或者永远 我都愿意在这个地方居住 你才会买楼 可能做两年 我都打算回深圳创业 我怎会买楼 他就租楼 明白 这些真是很长远的工程 没办法 因为楼市和经济 始终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 只是给什么优惠 或者其他事情 其实都没有太大作用 好 今天谢谢Eddie 分享 谢谢 下次再来聊天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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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